第四百八十五集 外面楚家的嘉兵以强悍的姿态拦住了宫中侍卫的脚步 而屋内楚家的暗部却在银楼两位杀手的强势进攻下节节败退 坐在高处将一切尽收眼底的萧绍容比在场的任何人都了解现在的局势 楚家的暗部不是银楼那两位杀手的对手 就在萧绍容纠结要不要率先出手阻挡那两位杀手时 代号为绝代佳人的杀手用一个假动作骗过了楚家的暗部 冲出了暗部的包围 以闪电般的速度扑向纪云开所在的屋子 该死 萧绍容低咒一声 顾不得暴露身份飞快地跃下 在离屋子五米处拦住了绝代佳人 等了这么久 终于要动手了 对萧绍容的出现 绝代佳人半点不意外 作为杀手 他擅长隐匿 自然也擅长在暗处找对手 他一来就发现了暗处有人 见对方迟迟不动 还以为是想趁乱捡便宜 竟没想到是帮楚家的 萧绍容的杀手 什么时候格调这么低 小小的一个暗杀任务 居然劳动两位同时出手 萧绍容见对方开口说话 不由地试探了一句 可是绝代佳人说了这句话后 就像是哑巴了一样 再也不说话了 只专心地出招 试图冲破萧绍容的防御 杀到纪云开面前 纪云开就在院中央 且屋内四面都是琉璃窗子 从外面能看到里面情况 当然从里面也能看到外面的情况 绝代佳人一扑过来 纪云开就发现了 有那么一刹那 纪云开以为今天的手术失败了 他甚至都做好了 面对银楼杀手的准备 可在关键时刻有人出手了 纪云开长长地松了口气 扫一眼外头颤抖的二人 知道事情远比他预估的还要复杂 楚家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 把能用的人全部调了出来 就是这样仍旧挡不住对方 可见对方的实力 暗暗吸了口气 纪云开连起情绪不再管外面的事 而是拿了一块小黑石 试着放入楚昊的伤处 这块小黑石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 只是一块吸铁石罢了 在楚昊的伤口处找了半天 也没有找到射入他体内的暗器 让纪云开十分暴躁 就在他准备放弃时 突然看到了交叉摆在一起的两把手术刀 瞬间想起小时候经常用两根铁钉摩擦 然后吸碎纸片的事 这个时代冶炼技术落后 根本不可能制作出金刚 楚昊体内的暗器肯定含铁 而只要含铁的话 磁铁就对他有效 纪云开手里没有磁铁 就在他准备去问楚管家钥匙 诸葛小大夫听到了纪云开的需求 拿出了一块小磁铁 这是我师父教给我的 说是遇到危险的时候能用上 王妃你看看 你要的东西是不是这个 磁铁可以吸铁器 如果遇到有人使用暗器 磁铁确实是能够派上用场 对 就是他 纪云开一试 发现果然是磁铁 当即大喜 放弃盲目地寻找 而是切出一小块磁铁 放入楚昊的商处 借着磁铁寻找暗器所在 不得不说 此举很有用 磁铁刚放下去就有反应了 而很快 纪云开就看到了一根 似血丝的细针被吸了出来 细针十分细 肉眼能看出来 可因为它的颜色与血丝接近 插在伤口处 用肉眼还真的找不到 难怪找不到 这么精细的一枚暗器 要不是用磁铁 纪云开发誓 他用眼睛一辈子也找不到 王妃 成了吗 看到细针暗器被吸了出来 诸葛小大夫眼前一亮 布满血丝的双眼 一扫先前的疲惫 瞬间来了精神 目前看来是成了 但我不敢保证 楚昊体内只有一枚暗器 这暗器细如发丝 壮似血丝 混在体内完全看不出来 谁知道里面还有没有 安全起见 纪云开自然是要再检查一次 王妃说对 谨慎一些是对的 诸葛小大夫看了一眼沙漏 还有半个钟时间 足够了 找出了一枚暗器 纪云开信心十足 将磁铁外的脏物擦干净 纪云开再次将磁铁 放入楚昊的伤处 而没有让纪云开失望 很快他又发现了第二根 甚至第三根细针 好毒的暗器 看着一根根细针被磁铁吸出来 纪云开的脸色越发的凝重 幸亏他寻了一块磁铁 要是用肉眼去找 他找到一根定会收手 如此一来 楚昊的伤还是好不了 诸葛小大夫也用力点头 白嫩的小脸严肃异成 幸亏王妃谨慎 不然楚少将军就惨了 当然 他们两个名声也会差 这不是谨慎 这是运气 有些是不是谨慎就可以避免的 但运气好 却是真的能避免 纪云开没有就此停手 而是继续在楚昊的商处寻找细针 这一找 便又找出了七根 看着摆放在白布上的细针 纪云开不由地心惊 同时暗暗庆幸 庆幸他找对了路 不然 今天就白忙活了 一连十根细针被找出来后 楚昊体内再无细针 纪云开长长地松了口气 可以清窗缝合了 磁铁接触伤口 对伤口愈合十分不利 得仔细清理才行 交给我 诸葛小大夫看纪云开累得不轻 主动接了过来 纪云开见诸葛小大夫 虽面色不佳 可精神却十分亢奋 便点了点头 长时间握刀 让他的手有些吃不消 尤其是左手腕 不知是不是当初 胳脉留下来的后遗症 他的左手腕 经不得劳累 握刀的时间一久 就胀疼得难受 纪云开后退一步 将主织的位置让了出来 悄悄地暗揉着自己的左手 同时注意诸葛小大夫的动作 诸葛小大夫十分谨慎 做事也细心 伤口清理得很干净 纪云开满意地点了点头 可就在此时 一抹黑影 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 站在屋外 不等纪云开反应过来 就听到哐当一声响 琉璃窗应声而碎 而那人直接破窗而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